好 随着台北国际旅展今天登场的状况 不少民众是冲着这个日元贬值抢优惠 各大饭店跟旅游业者也都推出好康来吸引消费者 那么台湾观光协会就表示 今年国际旅展的规模是再创纪录 预估观展人数渴望超过32万 姚阿姚统统都有讲 还有还有各种款式的人偶出动 旅展业者卯足尽抢目光 就是看好跨年到明年过年 长达十多天的廉价商机 日元贬值搭上跨年假期 让台湾民众最爱的日本景点优惠更低 走顶级路线的海陆两期游轮观光也正夯 有业者寄出早鸟优惠抢客 预估今年台湾游轮市场将突破20万观光人士 平常都在地中海或是阿拉斯加游船 我们把它引进台湾 销售才一个月而已 已经大概接近在三到四成了 国内饭店部分 最低优惠住宿券下沙两折 餐券三点八折起 星期饭店下午茶四百元起跳 汇集60个国家 950个观光业者 要在一年一度号称旅展周年庆的档旗 听出号称旗 新唐人亚特电视指挥模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